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我们刚才说这个奥巴马是美国有史以来是第一位有色人种啊 甚至第一位这个可以说是黑人的一个总统 但是请注意这个辐射对美国选民来说真的是那么重要吗 我想这也是也许是美国每一个选民 美国每一个思想家 全世界人们都在思考的问题 好 今天我们看到香港的有一家报纸 据说是把美国的有一张进去的海报拿来变了一个样子 他把这个奥巴马变成了一个白人 而把麦凯恩是变成了一个黑人 换句话说就告诉美国的选民 辐射在你的心目当中 在你投票的一张呢 真的占那么重要的位置吗 请你自己去想一想 所以美国变色 全世界也为之而变色 我想今天从亚洲到欧洲到非洲到拉丁美洲 可能全世界人们都在等待的这一天 因为这是美利坚共和国 也是全世界重要价值观改变的那一天 我们看到这个从林肯总统以后 这个奥巴马这个又一次登上了这个美国总统的宝座 我们知道林肯是干什么 林肯就要废除美国的黑奴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呢 昨天开始美国的一系列主流的报章 都予以重大的一个篇幅来进行报道 有的是说Wire Cloud Election Day 这是一个还是令人担忧的 这么一天 也有人说Time to Decide 这是一个重要的选举的 重要的一个做决定的时候 有的人有的时候是The Final Push 就要最后一击的时候 但是这个泰布什报说 有四有五四个理由告诉你 美国真的是改变了 第一美国人的组成不同了 首先是美国领导人的组成 他的辅射已经不同了 第二是世界在改变 美国人在世界的位置也在改变 第三是美国政治被崛起的中产阶级所掌握着 第四是传统的共和党的方式 不起作用了 说到共和党 我注意到今天北京时间 今天上午美国在开票的时候 几乎共和党是一路的惨败 所以美国CNN的网站上 基本上是Obama wins Obama takes 主语和魏语没变过 变的只是后面的一个兵语 Obama拿下了欧海州 Obama拿下了新墨西哥州等等 而且我们知道说到共和党 欧海州在美国历史上 从来没有一次共和党可以在没有赢得欧海州的情况下 当选美国的总统而这次这一纪录也被Obama打破了 欧海州终于落到了民主党的手里 亚洲华尔街日报说了 说现在美国有可能 或者是不是有可能会倒向左边 他说有一种说法说 美国的政治是在四十把线内展开的 意思是说美国是一个价值中立的国家 在选举和国家政治中间 不会太偏左或者也不会太偏右 自1960年以来首次自由民主派成为了主导 民主派早期的中间限制已经不存在了 也有人说美国目前处于左右尴尬中间 到底是多一点好呢 还是少一点好 什么叫左右为难之间 美国大权这次08年 似乎忽略了一个比种族歧视和虚伪更加麻烦的问题 因为Obama、佩里和希拉里的突出 证明了美国正在大踏步迈向独立宣言中所提到的平等 但是却受到了宪法中奴隶制和抑制女性的一个亵渎 到底是更多还是更少 麦凯恩提供了更多的自由选择和繁荣 但是Obama将会为已经奄奄一息的美国经济垫上一个枕头 所以这都是一些目前大家从全世界 尤其是美国主流媒体在猜测的 但是香港文汇报 我想这是引用美国主流媒体的说 不管是谁当总统 现在我们知道这个下一任总统的名字 应该就叫Obama 有五大悬念 涉及到美国社会生成价值观的 以及未来走向的五大悬念 还有待解开第一里根革命真的结束了吗 第二种族问题真的是解决了吗 不要忘记昨天我们在这里分享过一个 欧洲主流媒体的观点 说以后不管是Obama当选 还是麦凯恩当选 美国的种族大战文化大战都会展开 因为Obama如果当选的话 美国3K党那些极端白日分子会放过他吗 反过来如果麦凯恩当选 当然这可能性目前已经不是很大了 那么美国黑人一定不会放过这位白人的总统 种种族问题解决了吗 第三个真的是年轻人可以主导政治吗 第四个是外交关系会否改善 这是我想包括欧洲包括中国亚洲非洲在内 所有都会感兴趣的问题 第五个就是保守派 他们会改变他们的价值观 后来一个根本的问题 在美国目前整个面临全球经济危机的情况下 Obama会不会从原来一个开明派 也变成一个consultive 变成一个保守派 这是前几天我们跟大家分享 欧洲媒体的时候已经谈过的问题 刚来第一张照片我们看到 不但是把有可能把Obama变成白人 把麦开恩变成黑人 当然这词搞笑 但是Obama作为一个黑人的总统 他第一次承接了150年之前 林肯总统没有完成的一个意愿 就是继续解放黑人的自由 所以今天香港有报道说 说Obama是站在林肯肩上的一个Obama 他要完成的是林肯没有完成的使命 Obama他自己也有他的黑人本钱 但是我还是要提醒大家注意 这个Obama的辐射 其实并不是那么重要 重要的是美国人的价值观是有所改变 另外我们可以看到newsweek 他提到了说这次其实与其说是一个美国的大选 还不如说是一个global election 是一个整个的一个全球的大选 因为全世界人们都非常关心美国政治大选 甚至他里面说 其实在日本 日本人关心美国大选 也许超过美国人自己 中国人 欧洲人关心美国的大选 甚至部分也超过美国自己 而且有两个年代 有两个日子 大家注意的 七年之前 整整七年之前 911改变了美国 当时是美国布什总统第一任的任期 从政以后应该说 美国跟全世界的关系发生了根本的改变 但是有了911之后 昨天是114 114是不是又重新使美国重新摆坏了日子 我目前不得而知 但是从今天115开始 美国有了一个 随他而有可能改变美国整体 或者返回美国整体主流健康价值观的一个新的总统 所以911和114 这是两个新的 也许历史上会记住的一个年份 另外在今天的一个选举日之外 美国人还会关心些什么呢 当然对美国人来说 他首先关心的是自己的劳工状况 自己的未来的税 自己的未来财富 当然另外与此同时 今天也就刚刚发表的 德国的时代周报 他的网站上有一篇文章 叫Fear Arbeit for the Non-President 意思说不管这个总统未来是谁 他都将面临一些选择 面临一些难题 有经济上的难题 有健康上的难题 有能源上的难题 有这个非法移民的难题 有教育 有伊拉克战争 阿富汗 巴基斯坦 尤其是伊朗和中东 所有的这些 我想未来奥巴马总统 都会被迫的将于面临 另外这个时代周报 也有一篇文章 他说根据他们对 奥巴马的观察和调查 奥巴马是一个内心素质 心理素质非常好的人 他可以承受许多的艰难 许多的痛苦 许多的动荡 许多的哀伤 许多的眼泪 但他从来不会在公共场合流露出来 这跟之前相当部分的 美国的前任总统有所不同 所以见仁见智 到底是否如此 我们会拭目以待 另外刚才我也讲到 这个时代周报 今天上午发表了许多的文章 里面有一篇文章 有一篇blog 有一篇博客的文章 是讲到 奥巴马虽然是一个相对比较开明 但在目前美国的 整个的经济 跟全球经济一样 跌入低谷的情况下 这个自由派的民主党人 会不会成为另一种的 跟共和党 虽然有所不同 但是另一种的保守分子